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 《藏传净土法门》当中现在正在讲 以阿弥陀佛为主的十方三十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要做供养 供养的供品多少呢 都不要紧 每个人都要有供养的心这样供养的心 有钱的人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境界势力来做供养 没有钱的人包括随喜以上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现在社会上的有些人可能因为你不信仰这一套 所以不愿意上动下施 有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境界很高 自己所学的有些 密法也好 禅宗也好 觉得好像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世俗当中一般的供养 顶礼 以及作一些微小的积累资粮 对他来讲没有兴趣 这是不合理的 就像米拉日巴的传记 莲花生大师的传记 以及汉地的各大禅宗或者净土宗大德们的传记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证悟的境界越高越要积累资粮 这一点是我们以前讲过 智悲双云或者显空双云 因为有了空性的境界 那么对世俗当中的今生因果和积善积德 行持善法方面越有兴趣 没有一个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 因为它的境界很高 所以在世俗当中所有取舍因果的道理 一概抛弃 没有这样的 不管是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包括印度这些八十位大成就者的传记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必定会承认我们行持善法这个果报是有的 所以无垢光尊者也是 《心心修习大成书》里面再三地讲了 乃至佛果之前都要积累资粮 我们智慧的境界越上去越有提高 而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 还要不断地迁索一直到佛果为止 因此在世俗当中 极乐佛果资粮不可缺少 下面这样说的 所以说以清净的意乐 虽然供养微不足道的物品 也会获得了广大利益 正如所谓的小小花朵也是供品 我们以清净的意乐 心要清净很重要 因为你供养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为了炫耀自己 或者有时候为给别人进行竞争 或者以嫉妒心和傲慢心等 种种不良心态的舍责下 进行供养也是功德不大的 如果你以乐清净也就是说发心清净 这样的供养即使供品很小 但实际上做得到的果报确实是相当大的 藏地一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小小花朵实际上也是供品 比如说有些自己因为经济条件不太允许 在上师三宝面前所供养的供品不是很丰厚 经常有这样的 甚至有些高僧大徒到寺院或者举行一些仪式的时候 这一句话经常用上 我记得以前上师如意宝 不管是藏地 印度到许多寺院里面 去寺院里面的时候寺院对他老人家进行做一些法供养 同时也做一些财供养 财供养的时候 很多的高僧大德经常引用这个 比如说如今以仁天道士 我等护主法王如意宝 来到我寺院我们四种弟子非常欢喜 在这里有一些微小的供品 但这个供品虽然很小 但俗话说小小花朵也是供品 是以这种方式来经常供养许多一些财物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上师三宝面前也好 或者到了一些殊胜的寺院 那个时候根据自己的心态和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做一些供养 这一点我觉得像泰国 汉地这些都有个非常好的习惯 每一次到一些寺院 尤其是一些即日的时候 许多的寺院里面供香 供灯 供食水果 那这样是懦异不绝 可以说是细细嚷嚷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来当然有些人的发愿 有可能不同程度的发心 各自的目标不一定全是以出世间的心来摄持 但是总的来讲 与这样的殊胜对境面前作种种供品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曾经学过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的确很多人都心里面想起 即使你路过一座寺院那么这个路上买一朵花 然后随便到寺院里面去我面前作供养 然后磕三个头离开的话 那这一天你的行为完全是有意义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你的财产 你的经济不一定是所限制的 每个人自己起码也是有一根香 一术花的能力很多人来讲是有的 但是有些人因为懒惰 自己在实际行动当中 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事情来行持 有些人可能忽略了求一些高法 大法 胜法 这样以后没有想到我们做一些微小的供养 有如此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学习了这部论典 尤其是《极乐愿门》的讲义 对很多人的行为方面应该讲得非常细致 希望学到一个知识以后 应该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把它用上 这样的话即使供一朵小小的花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以前我引用过《悲华经》里面也是说过 说是 若以以化三虚空中 供养十方佛乃至苦碧 欺腹无尽 乃至苦碧 欺腹无尽 意思说我们圣着一个小小的花朵 你如果以清净心设斥跑向空中 你就心里面想供养阿弥陀佛或者供养释迦牟尼佛 你在路过的时候随便都是可以这样供养 在这样供养的功德 我们对十方佛菩萨也好 或者对任何一个佛面前这样供养的 这种功德乃至在六道轮回当中 以种种的苦没有必经之前 他的福德或者功德永远也是不会耗尽的 我们表面上看来你这个路上 随便向十方诸佛供一朵花 好像这是对我们来讲 在人间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你到夏天 到藏地 那满山遍野全部都是无焰流色的那种鲜花 那这个鲜花你心里面一幻都这样供养也好 或者亲自把这个花 在藏地有这样的传统比较多 包括我们放牛的时候 有时候看见非常茂密的森林的时候 哦 马上把他心里面观想供养 有时候看到有种种的鲜花 美花 马上供养诸佛菩萨口里面也这样说 心里面也这样观想 行为上也这样做 实际上这个我们不能放兮 有时候我看汉地的很多公园里面 花园里面 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一群一群的 有很多善烂行女在那里逛 享受 可是真正能做观想能做供养的人到底有多少 很难说的 我们讲入菩萨行论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 当时他们去有山晚水的时候经常做供养的 但是很多人的境界有限的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忘了 现在他们去逛逛旅游的时候也许把这些对境 可能没有利用起来 我就有这样的怀疑 那么我们应该这样想 思维此理以后看到那些谁拥有财富 却仍然贪得无烟到处苦苦寻觅的人 就像正如《广大有物经》当中所说那样 喜爱意气妙语者如饮盐水无烟足一样 那么我们思维以上的所谓道理之后 一定要想到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样利用起来 而有些富贵的人可以说他在这个世间当中 虽然有一些财富但仍然心里面很空 物质上虽然有这个条件可是心里的财富永远都是填不满的 永远都是空空荡荡的 所以我们用外面的财物来一直填满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像这种人首先可能也很难以改变过来 但是也许我们也是经常跟这些人 就是有一些佛法的道理来宣说 宣说之后也许可能他们也自己真的认识到 三宝的对境极其殊胜 有些人以前贪得无厌的人后来皈依佛门之后 也是比较重视的汉地这样的人 包括我们在见闻觉知当中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汉地也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道理也是非常赞同 有些高僧大德的一些 比如说教言里面 像永明禅师 永明大师的《万三同归》 这些里面也说了 说若有人能与佛法生三宝 少作三法 如毫毛喜 很小很小的毫毛喜 但是他的所生之处感受宏大的果报 是永远也是无有穷尽的讲得很清楚的 我想很多人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地方 只要有这些上师教言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行持三法 供养三宝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到 刚才这里面讲的一样 有些财富虽然是很有的 但是心里面始终都是不满足的 这些人就像经典里面所说的那样 喜爱一切妙语又喜欢色声香味 以及种种世间的余妙一直放不下 割不掉就放不下 那越享用的话越自己的贪心越来越增长的 无有满足的就像喝盐水一样的 即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财产为他一人拥有 也不会满足就像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人有财的时候发疯 出生有草的时候发疯 有这样的比喻的确也是这样的 人一般我们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你自己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那个时候 反而有一些满足感一旦你发财了 你有钱财的时候那你一直是贪得无缘 一直有增长你的欲望之心 现在世间很多人也经常这样讲 我们一家人以前没有钱的时候 家庭也是和和 非常快乐的 可是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家人也是不争气 互相都是不讲良心 搞各种各样非法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人应该要有一种教育的控制 如果没有教育的控制完全是用一种钱财来享受 或者获得快乐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财物 一个人拥有的话 那么它不一定满足的 以前那个 也是《广道有无尽吧》 佛经里面也说了 一切妙语一人得 然比不住人寻民 意思就是整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财物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财物 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话他不会满足的 他还觉得不够还不断地继续去寻民 所以《因缘评》里面也讲了 谁讲尊宝也贪之不满足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讲下了金银财宝的种种欲可是贪欲比较大的 那种人始终都是没有满足感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清楚啊 世间上有些企业家 有些大喇叭或者有些大官员 他们的财富应该来讲 可能几十年 几百年都是不会享用至尽的 可是他心里面还觉得有一种欲望 有愚痛欲望现在很多贪慕分子受贿赂的 比如说有一些罗用转况的 这政府部门当中每个月的报纸里面看 层次不穷的 可是这些人怎么讲的呢 因为我需要财富所以我不得不贪慕 有些人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是买几栋 然后在另一个城市里面也买好多房子 还有在各大不同的银行里面存款 实际上还有有些在国内不好存 然后到外国来存钱等等 所以有时候看来真的人的贪心非常的可怕 可是我们从小如果没有受这方面的教育 再加上自己的心一直有一种贪心 那么谁也阻挡不了 法律也阻挡不了政策也阻挡不了 因此最好的方法首先每个人应该有一种 要自我反省 自我观察的能力很重要的 我们《诸行论》里面讲的是正知正念 什么叫正知正念到底我在做什么 我是什么样的人自己问自己啊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懂的 如果你这样问知道原来我的行为还是不如法的 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当地的人们说 我们这个地方每年都是有一点钱啊 每年都是修房子 为什么 我说这个人的贪心如果没有进 修房子肯定是不可能有一种界限 因为你条件稍微好一点 比如说我条件稍微好一点可能修一层路 明年我条件更好一点再修三层路 然后再这样上去他一直是 人的欲望随着外界而转的 这样所做的事情没完没了的 任何一个道场也好 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在这里修行比较好的话 刀锋也自然而然会来的 大家都知道你这样的做有没有加持呢 比如说一个人把自己的住处也好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这些全部一直搞好有没有实在的意义 这样好还是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 吃不好 穿不好还有疾病产生等等 许多可怜的人 那么钱用在这样的道口后 还是在自己的身上尖上添花 最终意义是这么大 智制有凡行能力还有他反观的力量 而愚者盲目地追求也就是说 一直随不逐流最终自己对他人一无所义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到 人越有财富的时候越没有满足感 好像发疯了一样而出生的话 我们表面上看来比如说放羊 放牦牛 可能没有草的时候它们不听话 有草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 可是完全不是这样的 没有草的时候它反而比较老实 比较听话 如果草特别多的时候 一边吃一边 一边开始到处都发疯了一样跑 发疯了一样跑 所以这个比喻还是很符合 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生活状况 在内心没有知足之前 始终不会停止积累财产 这真是无财不贫穷 有财反而贫穷 内心有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有满足呢 你拼命积累财产的行为就可以停止了 而你的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控制之前 会不断地积累我们有时候应该看得出来 比如说有些修行比较好的出家人的道场 这样就要求不高只是一天吃三顿饭 然后一个人善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多大的要求 可是他们心里面也是如此的平静 而如果他没有这种教育 完全跟世间生一样 那每个人的要求是永无知境的没有尽端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学佛的这些人 希望经常观察 因为现在的社会你如果抬头一看 身边的人全部都是马马路路地寻找在奔波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 可是自己要不要跟着他们去的 有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人再有什么样的钱 到头来也是除了一天三顿饭以外 别的可能也用不上的 因此有一种满足感对自身当中有一种快乐 自然而然会有快乐 否则愚者的很多财富确实变成痛苦的因 我本来从中想去到一种快乐 反而得不到快乐 所以以前公堂当比赚美 他在《水母歌言》当中说过 愚者财富圆满不离痛苦之因 也确实是愚笨的人对财富非常地执著 但是反而财富都变成了心里的一种担忧 恐惧 还有一些恐慌之感 这里就是说 可以见到富如善望的人 人不知满足还要为了芝麻虚的利益奔波忙碌 最终自己的饮食业为佣上而为财产上名 我们世间上很多的非常非常地富裕 表面上我们从一般世间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人应该有满足感 已经可以了 可是他们绝对不会这样的 连一个小小的芝麻虚的利益和一些财产 也是不断地奔波 不断地忙碌 不断地去奋斗 最终自己也是为了这些财富 连可能自己的饮食都不一定顾得上 最终已经上了宝贵的生命 也有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多的 现在在社会有时候静静泛滥之后 我们人的道德日欲下降 最后所作所为人的行为很多都不受法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选择 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社会当中 你的贪婪 你的欲望可能就像熊熊烈火一样 任何一个对质的水没办法熄灭的 非常可怕 一方面因为受环境的影响没有这样甚深的教育 还有一方面你自己也是看着别人都有这种财富 而我们有的话 始终心里不平衡 很多人都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同样毕业 同样毕业的时候 那么我的同学本来比我能力还差的 可是他在钱财上面也好 地位上面也好 名声上面 各方面都已经超过我我为什么干不上他 为什么不能超过他 所以心里面有一种竞争感 所以拼命地要去追求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是很累的 昨天有两个居士来了我说北京怎么样 他们说很好的你们过得快乐吗还是可以吧 不过生活压力很大 工作也很忙 他们说要马上回去不知道他们回去没有 我想还是非常理解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的确是一方面要照顾很多人 上上下下有很多人同时要追损时代 追损时代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 要说很多没有意义的话 而且自己心里的目标跟行为经常发生冲突 在这个时候自己就非常难办 很难选择 有这样的情况我看很多城市里面的人很难以面对 所以我们这里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求求的世界 有一个人挑着一单豌豆行录 可能是一位农民吧 在途中他将把那一单豌豆放在一棵树下 就去街小便了这个时候有一只猴子从那一棵树上下来抓了一把豌豆 刚才他把那个豌豆本来挑着在锅炉 锅炉的时候在树下放了一会儿然后他自己去方便 回来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只猴子从那棵树上面带着 这个猴子比较调皮一看这个人过去了 他把豌豆放在下面的时候他马上下来抓一把 一只猴子从树上下来抓一把豌豆 爬树的过程当中一颗豌豆落到地上了 他抓了一把一把里面掉了一棵 这个时候老猴子扔下了一把豌豆去找拿一颗豌豆 确实有些旁生很愚笨的本来他还有一把 掉了一棵倒没有什么但是他一看掉了一棵 马上把一把豌豆掉下就开始找下一粒 那个时候那个人也是刚好回来了 他抛出一个大石块马上击中了那个老猴子 结果老猴子已经上了名在那里死了 那么那里有一位天人他是这样说的 舍起一把豌 而寻一粒豆 尽力百般苦 此后争欲吃 他也讲得很好听 舍起一把豌豆能接受一粒豌豆的过程当中 上了名的所以说猴子多可怜 多有本啊 就非常可怜所以这个道理已经形容了 也就是说世间现在很多很多的人 本来自己拥有一定的财富应该很快乐的 可是为了想象的一件结果 最后失去了最珍贵的时间 生命等等 所以世间人所说的捡起芝麻 丢起西瓜 真的是大的东西完全失去 尤其是我们人生特别难得 为了一个小小的名声和地位不值得所有放弃 可是这一点全部都放弃 有些人生活根本不说 但是为了盗窃 为了一些财富 最后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前一段时间我家乡有几个人 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始偷牦牛 大概偷了十六头牦牛 四个人 然后他们在遥过来的路途当中被公安局已经发现了 后来发生冲突最后死了一个 其他的受伤了 我那天在想 人真的很愚昧 如果是六头牦牛那么可能每个人分下来四头牦牛 那么四头牦牛平均最多也是四千块钱 为了这些钱 失去自己的生命 非常非常的可惜 但是人们经常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有一种愚笨 很多人都非常愚笨 所以为了很小的一种目标 那么最后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机会 世间人经常也是说为人才死 人为财死 尿为失亡 也是这样的说法 人确实为了财富 最后死掉的 以前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兄弟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 那个哥哥最后娶了一个妻子 他们三个人一起生活 但后来那个嫂子比较讨厌他小弟弟 他家里的弟弟 然后通过各种方法来把他赶出家门 然后那个小弟弟非常的痛苦 他到一个深深的山沟里面去不断地伤心 哭泣 在这个时候说是一个生鸟 生鸟飞来告诉小弟弟问为什么你这样痛苦 然后这个小弟弟说我不幸父母早已过失 然后嫂子也是现在把我赶出家门 现在我无依无靠在这个山沟里面越想越伤心 不得不哭泣一直大声号叫 在这个时候生鸟就告诉他你不要这么苦也没有什么的 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最好你闭着眼睛爬到我的身上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以 除此之外你不能睁开眼睛 但是这个弟弟也不得不听他的话吧 他可能心里也很伤心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依靠猪他害怕失去这个机会 然后马上爬在那个生鸟上 然后这个生鸟突然飞着 在感觉上他越过千山万水 最后好像到了一个地方 落到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生鸟告诉他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 他一睁开眼睛整个满地都是妖眼动物的镜子 满地都是这样的 然后生鸟告诉他说这个也是天边的世界 天边的世界你现在可以在这里面随意地收金子 可以拿金子过一会儿我来接你 然后我们在这里不能待很长时间 如果待了很长时间出现太阳 出现太阳的时候人会死的不能带走的 在这个时候小弟弟也比较听话他就拼命地见黄金 见到一带的时候生鸟回来了他也有满足感 他觉得很好然后又开始抓到 骑在身鸟上又闭着眼睛就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因为他有镜子了 所以他可以开始盖瓦房 还有卖地 娶漂亮贤惠的妻子等等过非常快乐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哨子已经听到了 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他特别浪漫 特别不舒服 一直想不开 他觉得为什么他意义当中如此包袱 如此变得那么有钱 他通过各种方式来想打听 但是他也知道他弟弟人非常善良 也不可能他去搞一些陀吉木构的坏事 最后他想来想去实在是忍不住 还是厚着脸皮到他们家去了 到他们家去了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虚情假意地问一些事情 说一些客气话 到了后面的时候直接了当地问 你为什么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 变成如此富裕之人 而弟弟也没有隐瞒 他认很值得 整个执言不回的所有的愿违和经过 告诉了少子 然后他非常开心 他现在应该有机会 他回去之后跟丈夫一起商量 商量以后 他们脸皮比较厚 然后要求他丈夫也到山沟里面去哭 然后他哥哥到那边去开始哭 开始哭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僧鸟又飞来了 飞来了以后他也像弟弟所说的那样告诉他 但是这个僧鸟也没有问具体一些增加的情况 他就骑着僧鸟伤 闭着眼睛到那个世界 到那个世界的时候僧鸟又告诉他 我们不能待很长时间你需要捡的镜子该捡了 等会儿我来接你过一会儿 因为哥哥贪心非常强他一直不断地接近 不断地受 等会儿生鸟来了以后告诉他 马上要我们回去了 但是哥哥不听话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一直不断地这样 后来生鸟一直等等等 后来实在等不了他就飞走了 当然先人知道哥哥最后被太阳的光已经烧失了 没有回来这虽然是民间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想很多人确实也有甚深的一些意思 我就跟你们讲的一样在藏地很多故事很有价值的 以前的老年人他们经常讲非常精彩的一些故事 来跟孩童从小的时候有过非常好的教育 现在好多父母根本不会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他每天都是拼命地赚钱 哪有讲故事的时间累累啊 每天都是特别累 然后晚上回来以后那又讲故事 以前故人恐怕也不是的父母白天也是比较限制 有很多思维和思考的机会 孩子们晚上包括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经常讲一些故事 虽然有些故事可能也有一些神话 也有一些民间色色比较浓 但实际上很有价值的对人的一生还是有越受作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传统世上跟佛教的教义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公案也好 道理始终不能忘 所以《极乐愿文》里面也是讲了许多 非常精彩的动物故事或者人类的故事 所以我们作为一些修行人应该从中了解到人的心态 我们平时没有受教育那确实是在行为当中 会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这是讲一个道理 还有有一些佛王 幼稚的财物畜生起来 而自己使用的就是侠猎的 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例子 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猎人 他放斗箭射中了一坨大象 他就射箭以后杀了大象 因为大象有时不高兴 他也是非常凶猛的动物 反过来他把这个人也已经踩死了 所以说大象也杀死了这个人 这二则都已经死了 大象也杀了这个人 人也杀了大象两个都已经死了 不久的时候有五百个盗贼来到此处 以前五百个盗贼还是比较多 现在可能五个人 十个人都认为比较多 五百个盗贼来到此处 他们看到了大象的尸体 可能人的尸体无所谓 人肉不能吃 所以没有关了 看到大象的尸体以后 因为当时争执一些饥荒连见 于是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分工 一般人准备煮大象的肉 另一般人去提水 这些盗贼还有少量的藏物 以前偷来的一些东西 他们分也有一些 因此猪肉的那一部分人心悔归他的香 想我们尽量把该吃的香肉吃了 然后剩下的这些肉上面放一些毒药 那些调碎的人回来以后他们就吃 吃了以后会死掉的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拥有所有的 刚才一些藏物还有大象剩下的肉 全部都可以我们拥有了 他们通过这样的商量之后就开始这样操作了 提水的这些人们也生起同样的恶念 他们互相都非常坏 现在很多电影 很多一些故事里面的人 确实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伙 里面存有各自的目标互相残害 然后提水的这些人也是这样想 他们也想 我们先好好地喝水 喝完水以后一部剩下的水里面加毒药 然后给这些煮肉的那些人让他们喝 他们全部死完了以后 剩下的财富全部是我们拥有 他们一边这样想 一边开始首先 他们自己把水喝的 宝宝的 然后剩余的这些水当中放上了毒药而提回来 结果所有的人全部都是明觉身亡了 互相吃肉的这些人可能要求他们 你们好好地吃肉 你喝了水 没有吃到肉 让他们开始吃肉肉上面有毒药就肉死了 然后提水的这些人他们说 你们吃肉可能吃得很好了 现在开始该喝水了 喝完水以后这五百个人全部都已经死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只饥饿的老狐狸 老狐狸随因缘而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见到了所有的尸体生起极为强烈的贪心 狐狸一般在有些经论当中比喻 贪心非常重 然后将全部的尸体归为己有 他认为现在我已经发财了五百多个 还有再加上一个大象的尸体 你看狐狸身体那么小 他吃几年都是吃不完如果没有腐烂 应该狐狸买一个冰箱全部都放 因为吝啬者的本性将好的储存起来 而食用不好的这是吝啬者的 不管是动物也好 人也好 他把好的东西开始存置起来 然后不好的先食用的 那么老狐狸心里怎样想的 我现在拥有了大批的食物 这些食物逐渐逐渐地开始吃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首先准备吃那些非常坚硬的弓玄 弓玄也可能不能吃吧 主要可能是弓桥吧 就是弓 他以前弓有些是由木头做的 有些由皮革做的 所以肯定是皮革做的 于是便将弓桥放在嘴里一转 他就开始从因为刚才大象的肉 人肉 这些都是应该吃的话很好的 但是他就舍不得吃 除非要把坚硬的弓 他喊到嘴里面 结果因为弓桥的话 弓的两边 弓不是弯曲的吧 弓的两边叫弓桥 然后弓桥喊在嘴里面这样坑 坑的时候弓玄肯定是断了的 弓玄断了的话 它是一种贪心的 那这样贪心的话 弓桥最后处境到他的伤恶 然后老狐狸就此一命呜呼了 在这个地方已经圆起了 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天人 那那琴勒仁波切找到很多天人的故事 那里有一位天人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积累上尽客 不应过分主 且看应贪戒 欲乎施供下 我们积累财产 适当都是可以的 比较符合道理的 适当都可以的 但不能过于的储存 如果过于的储存 你们可以看到 老狐狸非常愚笨的 最终自己也是死在供下 非常可怜 所以世间人确实也是 心不满足 而且希求更多的财物 很困难的 人心不足 蛇吞象 人的心始终都是 不能满足的 就像蛇小小的 但是从他欲望的角度来讲 他可以吞很大的大象 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我们表面上看 蛇怎么吞大象呢 但是蛇的欲望 比如说像老鼠也好 其他比自己身体还大的生命 他还是要吞象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蛇吞象 象是再象的 也有这样的意思 以前有一个农民 有一次到山上去的时候 老老乃勤勒仁波切也在讲故事 我也喜欢讲故事 农民到山上去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龙蛇 因为到了冬天 身体马上要僵了 没有进到洞里面 他觉得非常的可怜 他就揣在花里 然后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他就开始喂奶 一直喂 最终慢慢慢慢长大了 他身体完全恢复 完全恢复的时候 生活可以自立 他又送到后山 在那里这个蛇的时候 那里有甘美的善权 所以他那里 可以说过的生活 非常的好 在那里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在那里有个洞 在洞里面这个蛇一直生活着 那个洞的门口长了灵芝 灵芝是古代非常名贵的一个药 后来这个药 很多人们很想捡 但是他们知道下面有个特别可怕的蛇 就是不敢捡 一直是这样的 后来国王有一次生病 医生说需要灵芝 到处都说 如果谁又得到灵芝 他要开始进行降杀 进行降临 那个农民他觉得有把握 他到了蛇那里去向他要 这个蛇也知道自己救过这个人救过他 所以他把这个灵芝已经给给他 灵芝拿回来给国王 国王也确实给他 给了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宝 原来的农民现在变成了非常富裕的人 后来国王由他的王后开始生病 然后他眼睛已经生病了 然后有些羽衣 皇宫里面的医生告诉他 如果得到了龙蛇的眼睛 那么有复命的机会 这个时候国王开始贴黄棒 开始谁得到龙蛇的眼珠 我把它可以选为宰相 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农民又开始生起贪心 因为想升官有钱了 还需要地位 然后他又到原来救国的蛇那里去了 说可不可以你一只眼睛给我啊 当时这个时候还是很自卑的 已经给了他 然后来之后确实皇后的眼睛也浮明了 他也是获得了宰相的地位了 后来这个农民现在已经变成宰相 他就心里面想我现在有钱了 有地位了 但是我这样的家产荣华富贵 会不会什么时候我死的时候 会拿走的 所以他就非常担心 他想希求长生不老的 长生不老的话 别人说一定要获得龙蛇的心脏 龙蛇的心脏得到的话 那么没有问题的 后来他又不断地到那里去 龙蛇那里去求 求的时候说 你的心脏可不可以给我 我现在想长生不老 这个人的贪心很大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确实特别的欲望很大 没有满足感 我已经给他给了领支 还给了眼睛 他还不住 还要掏我的心脏 后来给他说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到我嘴里面来挖我的心 那个人靠近他的时候 把他吞下去了 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一般讲舍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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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是宰相 舍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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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解释也是可以吧 同一次 还有《王婆酿酒》 也有这个说法 我以前看过这个书 以前有一个导师 导师喜欢喝酒 他经常到一个王婆家里喝酒 他也一次两次都没有付钱 后来很多次都没有付钱 牵一直是牵着的 后来有一次给他说 你们家里我喝了那么多次的酒 那我可能想办法你们家里面挖出一个金 通过他的刀手 通过他的法术 确实在王婆家里面出现一个美酒的金 从此之后他不用两酒 每次都是可以要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导师又来问他 看怎么样 但是那个时候王婆好像很不满足的 他说 虽然我家里有酒 但是为主的酒造没有啊 酒造没有 所以我现在还需要酒造 那个时候当时他说 天高不算高 人心第一高 精髓作酒买 海盗五酒造 意思是说 人的天 人们说是高的 但是不算高的 人心是没有满足的 最可怕的 虽然你们家里的金都已经可以买酒 但是你还觉得不够 还要酒造的话 那绝对不可能 后来把偈颂写在金上面的时候 从此之后这个酒 再也没有出现 所以人真的是有时候 自己欲望特别大的时候 不一定真正的有些财富 自然而然出现 所以人最关键的 在自己有机会的时候 还是要积累一些财富 积累一些福德 这种福德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永远都变成了一个坚固的财富 你如果没有积累 即使有一点点的财富 很容易耗尽 现在有福报的这些人 自己应该尽量对来世和对众生要考虑 《毕奈耶经》当中也是说了 若人不作福 长寿予予苦报 若能修佛者 今时来时乐 今时来时乐 所以如果我们不作福 不好好地修持善罢 人不管是到哪里去 还是感受很多痛苦的报应 如果我们经常能修佛 造佛 那这样今生也是获得快乐的 来世也是获得快乐的 这是因果不虚的一种规律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同时自己也是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要造一些福德 造福德的话今生没有出现的话 来世肯定出现的 所以很多人确实在这方面 我觉得也有信心的 也应该有信心的 因为这是在世间当中最正确的 最圆满的一种规律 这样的规律 谁能行持的话 自己乃至生生世世都是获得非常快乐的 如果谁已经违背了这个规律 今生也是不顺利 来世也是遭受无边无际的痛苦 所以说有知知识一定要以供养为主的 积累资粮方面 以尽心尽力的行持 这样我觉得对子踏都有利的 好 讲到这里 是最后 讲到这里 我看见这个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